起立 刚成军不久的爆米花棒球联盟 第一次在台东比赛 吸引许多台东民众前往观看 台东县长黄建廷协同夫人陈林彦 也一同到场观看球赛 县长表示目前也正在向中央争取 未来在台东这里可以有更多的比赛机会 四年多前我竞选县长的时候 我就提出了一个证件 就是要在台东成立一支成棒队 那在民国一百年 我们终于把这支成棒队成立起来 所以从去年的冬季巡回赛开始 就有几场赛事在我们台东开打 接着今年的春季联赛 我们又有一个巡回赛事在台东开打 然后到现在爆米花联盟 我觉得我们投入在棒球的资源 我们成立甲组成棒队的初衷 现在那个效益全部都展现了 那么可以在台东的父老面前 乡亲面前把这么优质的棒球的这种比赛 才呈现给大家看 代表台东比赛的队伍是台东第一支成棒队 不去拼这样的队 旅美多年的强打猴手 同时也是台东子弟的陈俊秀 将在家乡父老面前一展身手 就能在台东比赛 就很难得 这个是很难得一件事 爸妈他们都有来 就是 还是一样吧 顺其自然吧 就是希望就是不要 太强表现然后打不好的 就看今天 就尽全力去比赛 报名化棒球联盟分别在6号 7号 19号 三天 在台东举办棒球赛事 主办单位中华民国棒球协会 与台东县政府 起立商合作 回馈地方 三场比赛的门票 一律新台币50元 而7号 8号当天 还有现场抽奖活动 并提供限量 陈俊秀签名T恤 帽子 棒球 台东棒球迷 可别错过了这次的好机会 东台新闻 杨国祝黄威 台东市报导 好 好